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已经不复就日景象 以烟土贸易支持军费的经济价值 对于成千上万徒子徒孙的号召力 和上百个民间公司组织 团体的董事长身份 在共产党版图中也都不复存在了 而在台湾 他也同样不再具有利用任何价值 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 杜月生无法利用腐败的列强租毛取利益 他在大上海的影响力就大不如前了 据说杜月生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尿壶理论 大概意思就是说 他是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一个业胡 需要时候拿出来专做欠不得人的事情 不需要了 就藏到床底下去 很多人只注意到 这是杜月生对蒋介石的 对于用前用后两种姿态不满之情 但很少人意识到 这实际上也是杜月生 对于他和蒋介石关系的形象概乎 一个在崴岛 一个在黑道 一个在明 一个在暗 一个要面子 一个装干肮脏事 两套班子 一个领袖 黑帮始终就是这个鸟胡 一旦没有利用价值 独裁者都会嫌弃他帮脏丑陋 都希望消灭他 杜月生虽然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 召集救部 重整旗鼓 无奈大势已去 1946年12月 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 杜月生经过多方活动 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 但英国民党政府已经不希望 看到杜月生东山在起 蒋介石 明确表示不支持杜月生当身议长 杜月生值得辞去了职务 事后 杜月生对蒋介石极其不满 他认为自己在抗战中功劳不小 现在却没有任何回报 他曾愤愤地说到 沦陷时上海无正义 胜利后上海无公道 失去了政客的支持 任何黑帮在国家机器面前 都只是只老虎 1948年8月 蒋经过来到上海 担任上海经济管制服督导员 准备以行政手段管制经济 打击投机商人 第一把火就烧到了杜月生的头上 他的儿子杜维平 因为囤积居旗 而被蒋经国逮捕 坐了六个月的牢 杜月生虽然不敢直接对抗 却也狡猾地建议蒋经国不能只打苍蝇 不打老虎 接着就揭露了蒋经国的表弟 孔强熙的儿子孔令坎 所经营的杨子公司囤积居旗 倒买倒卖的事实 逼迫蒋经国不得不采取大一灭心的举动 后来蒋经国在蒋介石的干预下 被迫放弃整顿上海经济 杜月生也与其结下了梁子 以至于解放前夕只能远走香港 而不敢退往台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杨底